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将来学习计算机的CPU 那么这节课呢 学习的是计算机的控制器 那么关于CPU呢 其实更多的是属于电器领域的知识 我们在这里面主要是了解CPU的组成 以及每一个组成的大概的功能 首先是这个控制器 那么对于控制器呢 其实控制器是用于协调和控制 计算机的运行的 那么对于控制器呢 它主要是由以下的这几个部分组成 有这个程序计数器 时序发生器 指令议码器 指令计存器 组存地址计存器 组存数据计存器 以及通用的计存器 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 这里面每一个组成它大概的功能 首先是这个程序计数器 那么对于程序计数器呢 它其实主要是用于存储 下一条指令的地址的 当CPU工作的时候呢 它会循环不断的从这个程序计数器里面 拿出指令 那么当这个指令被拿出来的时候呢 程序计数器又会指向下一条指令 所以说这个程序计数器 主要是用于提供给其他控制单元 这个当前需要执行的指令的地址的 接着是这个时序发生器 那么时序发生器呢 它其实主要是属于这个电气过程领域的 它是用于发送这个时序脉冲的 那么CPU呢 会根据这个不同的时序脉冲 有节奏的进行工作 生活中可能大家都有是体验 就是我们学习弹钢琴 或者是学习各种乐器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都会借助一个节拍器 去学习相关的乐器 那么这里面的时序发生器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CPU的节拍器 CPU呢 根据这个节拍 有节奏的进行运算工作 接着是指令议码器 那么指令议码器呢 它是控制器的一个重要的部件 在前面我们也介绍了 计算机的指令呢 主要是由这个操作码和地址码所组成的 那么对于操作码和地址码呢 指令议码器就会把它翻译成相关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议码器呢 它会翻译操作码对应的操作 然后发出控制信号 而对于这个地址码呢 指令议码器也会控制这个传输地址码 以及传输相关的操作数据 接着是这个指令计存器 那么指令计存器呢 它也是控制器的主要部件之一 那么指令计存器 它主要是用于缓存这个 从主存里面或者是从高速缓存里面 取下来的计算机指令 那么当CPU需要执行相关指令的时候呢 它们就可以从这个指令计存器里面 把相关的指令取出来 而不需要从缓存或者从主存里面 取出这个指令 所以说呢 指令计存器 它是使得CPU可以高效运转的一个重要部件之一 接着是这个主存地址寄存器 那么对于主存地址寄存器呢 它主要是用于保存 当前CPU正要访问的 主存的单元的地址 我们在前面介绍这个主存的结构的时候呢 也介绍了这个主存地址寄存器 那么这个寄存器呢 它是用于保存这个数据的 同时呢 它是使用地址总线与这个主存 来进行相关的通信的 接着还有这个主存数据寄存器 那么这一个寄存器呢 它是用于保存这个CPU正要读 或者正要写的主存数据的 那么这一个我们在前面也有所介绍 这一个寄存器 它是通过这个数据总线 与这个主存进行通信的 最后呢 还有这个投用寄存器 那么投用寄存器呢 它是用于暂时存放 或者传送数据和指令的 它也可以用来保存这个ALU 上述逻辑单元的运算的中间结果 同时呢 它的容量会比前面一些 中用的寄存器要大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控制器 控制器呢 它主要是由这些部分组成的 我们前面也对这里面的各个部分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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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